蜗牛探西游第1037文 他跑到凡间作乱,把唐僧,猪八戒,沙僧抓走,孙悟空跑上天查找他的底气,却始终查不到他是谁,什么背景呢,为何玉帝查不到他的底气,已在援助第50回,唐僧取星团队来到一座奇怪的高山前,唐僧肚子的非要孙悟空去找吃的,孙悟空没办法,但又担心其他妖怪来抓走他们。 于是画了一个圈,叫他们不要乱跑,等着他回来,可是,他刚夹着金斗人离开,八戒便开始了埋怨,说哪是保护他们,这分明是画地为老啊,唐僧被他说动,于是三人开始往前走,刚走几步,果然看到一座别墅,八戒说,你说,我说猴子骗我们吧,这不是有人家吗,里面肯定有斋饭。 于是自告奋勇去画斋,哪只里面没有发,也没有一个人,却有三件连背心,出八戒管他三七二十一,先拿了再说,回来送一件给唐僧穿,唐僧死活不穿,八戒不管他续续叨叨,和沙丰一人一件穿起来,随之刚穿在身上,背心变成了绳索,马上将他们绑了起来, 他们的行为经动了山里的一个妖怪,原来,这别墅就是他变化诱惑吃人的,于是一股脑全将他们抓走,孙悟空找到饭回来却不见人影,还是土地告诉了他实情,他前去教阵,魔王与他本是不相上下, 但人家手里有个圈子,往山一扔,就把他金箍把套走了,孙悟空失去了金箍棒,犹如战士失去了墙,什么也干不了,他赶紧逃命,而孙悟空判断这妖肯定是天上下来的,于是来到天上打探底细,他告诉玉帝,我老孙保护唐僧往西天取经,菜鸡,兜山鸡,兜洞,有一四怪,把唐僧拿在洞里, 不知是要争扎主要事,是老孙寻赏他们,他交战,那怪却就有些人认得老孙,着实神通广大,把老孙的金箍棒抢去,因此难复妖妖,他怀疑此妖是天庭下界的,希望玉帝能帮他查一查,因为孙悟空失去了金箍棒,因此对玉帝态度出奇的好,又是鞠躬,又是座椅,连个仙公都叫他, 猴子适合前去后宫,玉帝听了他的话,立刻通知韩帐人真君,既如悟空所奏,可随查诸天星斗,各宿神王,有无私反下界,随即附奏施行一文, 韩帐人真君不敢怀慢,立刻与孙悟空一起,先查了四天门门上神王官吏,又查了三维园园中大小群真,再查了雷霆关将陶张心凳,狗壁横流,最后才查三十三天,天天自在,此外,还查了二十八秀,东七宿叫抗底房参尾姬, 七七宿斗牛女须微是必,南七宿,北七宿,宿祖安宁,太阳太阴,水火木金土鸡正,罗侯记都起搏赐鱼,满天星斗,等等,都没有私反下界的,这就奇怪了,难道不,是天上下来的,三玉帝还是够意思, 派了不少天兵天将去驻孙悟空,可是一见面,人家圈子一亮,就把所有兵起套走了,孙悟空没办法,只得到灵山找如来,如来却神神秘秘地告诉他,那怪物我虽直知,但不可与你说,你这喉口场,一传道是我说的他,他就不与你斗,定要让上灵山,反一或于我已,我这里的法力助你请他去吧, 你看,如来知道了他的弟弟,都不敢告诉孙悟空,只是派了十八罗汉带十八粒金丹沙去驻他,可一见面,仍被此怪套走了,这时最后迟到的两名罗汉才告诉孙悟空,佛祖说,你可到太上老君处看看,孙悟空恍然大悟,驾着金斗云赶到都帅公,最初老君还死不认账,后来到牛棚一看, 放牛娃睡着了,青牛跑了,这才知道那怪原来是青牛精,太上老君才装模作样的下来将牛收走,同时也把十八座金山笑纳了,四回过头来看这件事,难怪该要与,地查不到,原来他是天行顾问,加老领导老君的司机,老君地位多高呀, 又单独住在三十三重天之上的独栋别墅,韩真人无论如何也不敢进去查呀,所以,很多时候领导天天说凡夫,可腐败总是杜绝不了,其主要原因是手电筒罩外部罩内,外面的抓得凶,身边的却疏忽,而这些身边人出去胡假胡威,胡搞乱搞,下面的人就想, 你身边人都这样干,凭什么我们不干,于是这反腐最终成了形式主义,因此,什么时候领导开始从身边人动了,证明这项活动,就真的要开展起来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